赌王过了身 过了身后 其实他的股票也炒了上来 880 242那些新闻已经入仓了 现在已经吃了点 已经搞定了 剩下来的 例如现在我在上网找了个表 不好意思做不及了 因为下午1点半才知道他走了 臨时临急做不及过power盘给大家 可以先看 可以出席艺术的机体 看到了 其实它整堆上市公司 880 242旗艦880 但是880要说清楚的关係很简单 880是奥益持住它 而信德持住奥益一部分股份 所以实际上信德持住奥博 一堆股股 即是多少% 我不太记得 然后信德和奥博都是很有关系 而你留意究竟谁持有期 都是异防 当然你说 两安期也有点 但留意 异防超瓶如无以外 应该会在赌旺走之后 就应该会持有期 即是奖励江山 他是最华得是那个 虽然说是集体去做决定 但始终也要有一个人去做博取 那个人很大机会会是超瓶 然后就超瓶 超瓶是奥博其中一个 而超瓶和超瓶都是异防 所以异防的势力是很大的 即是2011年他做了一次终极分身家 当时异防是大型家 他们持有最重要的资产 另外异防又龙持有200 异防超瓶持有美高煤 基本上就是他们都玩了 异防全盛 即是说之后都是看着这几个 这几个做人 今天 看回整个图就是这样 只剩下那些澳门励进 那些就很小微小眼的东西 就不怎么说了 最重要都是880和242 880和242 然后另外两只就是2282和200 基本上我都只是会看这几个 你见到今天股价走势 升得最多应该就是信德 22%升了 另外就是880 880升了7个 始终是倒股和很大 很难升得很多 另外就是2282 2282升5个 其实我昨天有望这只 但我没有买到 因为我见到他昨天有一棍 是穿了50天线 那时候我就在问 阿中小编买不买好 他又没有回答我 我又在做其他事情 没有回答你 其实就是回答你 都算是一个回应 都是一个回应 没有回答你即是买得 我就在想算了 都是不搞了 因为我最近没有持有很重货 我现在很专心地上班 所以就 很大声说多次 我很热爱上班 是了 OK 好了 那时候就失败了 然后今天就升五件 五个 其实就昨天 昨天穿了保利加通道底 昨天其实是三点半有新闻的 有消息就说已经病危了 当时其实没有什么升高 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假设如果你熟这个架构的话 其实你一选合眼就是880和242而已 另外两个基本上都不会选择 是了 因为是了 因为要 若母其实你之前终极分身家 当时我也是记者 我也有若母会记得这些关系 都是 最大路就是880 然后呢 若然你要炒资产释放的话 就是炒242 你见到242 为什么我会觉得 之后呢 若然会炒的话 最大可能是炒242 是 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它一直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已经是持续了很多年 就是 息高 PB很低 就是说它相对于它的资产 其实它是很undervalue 这一只东西 你看到它的市值94亿 但是实际上它每一股 那个资产净值11.8 就是每一股是值11.8 但是现在是用多少钱买给你 现在是用3元买给你 是 就是说它的PB是 0.3倍左右 0.3倍左右 就是说10元很简单 1元的资产 现在我用3毫子来买给你 那你会说 为什么会这么undervalue呢 因为它很多是地产 很多是地产 另外还有一些是不赚钱的船务 是的 因为它是乘不甭的 其实你看 你看看 很简单 其实你不需要走去 炒它的年报 你走去 随便禁网 然后 你走去看看它的业务 公司资料 然后你走去看看 其实它 物业发展 很多 主要都是地产 澳门也有 香港也有 新加坡也有 其实 投资物业 酒店 各样 都有的 是的 那么 之后 地产 如果你当它是地产股 一定会有折扣的 你自己打开 新地 或者是长实 那幅图 全部都是0.5倍批布 左右 那么 究竟它 为什么会变成0.3倍 就是因为它有些不赚钱的业务 杂不得 那些人不懂怎样计数 所以便便宜一点 是的 之后究竟怎样资产释放呢 那么现在 例如 你 假设 赌王 现在赌王走了 然后 假设它是有心想做起这一种 那么它会做什么呢 例如将那些 将那些不赚钱的业务 可能 卖了去 卖了去 例如什么呢 最大可能性的可能就是 卖了 卖了信德 即是船那一部分 嗯 船那一部分 很简单 新道轮也卖给中资 是不是 那就卖了 是的 是不是 还有你说 珠澳大桥 其实已经是抢了不少生意 那么更加是有理由去卖的 嗯 如果卖了出去 那么 那断股不会是一个 就是 差价钱 是的 就是这样 那么你可以 叫做释放回一部分的资产正底 是了 另外它有些是 投资物业来的 例如香港星月商場 西九龍那邊 另外就是西寶城 其實這些東西可以逐件拆出來 價值就是會這樣慢慢釋放出來 之前可能一直停止 或者不想在賭王過身之前做這麼大的動作 就可能會變成令到他一直保持資產值低 所以現在他走了 可能之後就會做這件事 始終你作為一個大股東 你都會想價值得好一點 所以其實若然要做的話 若然你真的要選一隻賭王系的股票 來賣的話我就會選順德 就博他炒資產釋放 不過今天就已經去到250天線這個位置 會否等他可能是回回少許才有考慮 沒錯 就是因為為甚麼 為甚麼會四點鐘之後才說呢 不叫大家立即衝 就是因為很正常 今天炒那樣東西 就不是資產釋放 今天炒那樣東西叫分身家 分身家和增產 沒錯 今天是溏心概念 OK 之後呢 就是搞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發現沒甚麼 其實價值就會慢慢下降 但是下降的時候 假如他下不去之前的位置 你就知道應該會有東西 嗯 下不去之前的那些位 例如他可能下回去兩個八 是 就開始做旗 又或者是打了個圓底 那些位的話 這些位你就可以開始買了 嗯 即是有料到 就博他下一輪會做甚麼 可能會有衝勁 可能會有些春光鴨 可能已經偷步進去 準備存貨 博他會賣這個賣那個 嗯 還有現在呢 大家都 其實現在去賣 即如果你賣資產 賣物業 其實還是高價 嗯 還是高價 可能會用現在這個時間來賣 因為不知道自己 過兩年究竟經濟會是怎樣 可能會再差一點 是吧 所以其實 如果是要做資產識檔的話 應該會是 過幾個月就會 會開始動手 會開始動手 現在這段時間 應該 即是 白市都未做 當然一定是 沒錯 就是 白市都未做 你不願意亂按做 這些事情 會形象都不好 是的 所以就會慢慢收回來 嗯 所以要買 記住 我說的就是 你落回去 可能回了一半 兩個半開波炒 炒到三個一 你當回一半 兩個八 你開始部署 差不多了 哦 是的 這樣吧 兜個原題 多謝收看Tasty Money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小鈴鐺 也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和IG 關注我們的最新動態 Tasty Money 我們下條片見